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支支影片 今天这支影片我给大家来评测一款 就是我一个月之前购买的proxy sale这款代理 然后很多小伙伴会问我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购买一些代理的时候 不是很靠谱 然后用着用着就用不了了 而今天这支影片我给大家评测这款proxy sale 它过了一个月之后 它是否还能继续使用 然后今天这支影片给大家来评测一下 这是我上月之前购买的一款 然后我目前天天在用 然后目前没有任何的问题 今天这支影片我给大家评测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的proxy sale 它的ipv4它已经支持了41个国家 然后ipv6支持14个国家 然后ISP支持23个国家 然后手机移动端支持14个国家 然后居民就是住宅ip 住宅静态ip已经支持了200多个国家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随便选择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用力 比如说用InstagramFacebookTikTok 然后以及Discram电报以及看YouTube 或者是一些做一些网页抓取了 或者是也可以是赌博gumpling 然后以及购物 今天我给大家来来尝试一下 这是我的账号 然后我给大家来创建一个家庭住宅ip 然后我这个马行就要到期了 然后到时候我会再续费 然后在这个到期之前 我会给大家评测一下 我目前已经用了三天就过期了 然后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这里面我给大家来选择国家 比如说我选择亚洲吧 然后我想创建1000个代理 1000个代理的话 从那个亚洲里面随机选出各个国家 包括省份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直接选择1000 然后我们点击格式 格式我选择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我选择 我想选择用户名密码 然后ip连接部 然后选择这个 然后我们点击create create之后 他现在帮我们创建一个1000个代理 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 他有比如说有国家有AE EF AM AZ 然后一直到ye 这都是国家的缩写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里面 他有CNCN是China意思 就中国大陆的意思 然后这里点击file 点击下载 下载之后 我们将这个文件打开 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它有一个列表 就是这有大约有1000个代理 这1000个代理 它是分布在不同的国家 然后我们来测一下 我们来测一下 我们怎么测试 我们需要通过代理 就是多开浏览器的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之后 然后我们将其中的某一个下载 拷贝下来 然后粘贴到这个上面 然后点击添加代理 这里面我们点击http 可以看到它这个incog 它帮我们自动识别了 然后它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我们点击checkproxy 由于我们刚刚添加了一个 就是在这里面创建了一个代理 但是代理不会说马上立马就能生效 它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我目前来看大约等个五六分钟 然后我们等待一段时间 可以看到它已经通了 就代表它我是16.50的时候 它创建的 你可以看到现在它是53 它三分钟之后 它已经生效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款代理的是 这盼 日本 然后东京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代理怎么样 点击check check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连上了 是吧 然后我们点击create profile 直接点击这个 点击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创建的这一台 然后我们点击start 它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工具 帮我们自动创建了一个浏览器 你可以看到直接它就变成日文了 它这个说明 它就已经进入这个代理了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vizmyip 你可以看到都是日文的 就代表已经进入了这个代理 你可以看到它的ip是113.155.172.82 那我们来评测一下 它这个是否是住宅代理 这个怎么评测呢 然后我们需要进入另一个网址 这个你可以看到 它进入这个网址之后 它帮我们识别 你可以看到它是residential 这代表住宅代理 isp代理 然后它的这个国家是日本 然后城市东京 然后它的isp是ktdi corporation这个公司 这个非常好 它是住宅的日本住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测一下 它这个网速怎么样 speed test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日文 它这个代理你可以看到它是跑到了 我天哪挺快 跑了100多了 因为我本地的代理 我本地的网络它就是140 我天哪 跑了几乎百分之百的速度 你可以看到156 我这个非常的牛逼 然后的下载速度是60 70 77 79 81 82 我天 这个很快 你可以 奥沙卡 这个是我遇到过最快的一个代理 インターネット速度 是非常高速的 这个インターネット接続 在中国では同时 同时に複数のデバイスでの HD動画のストリーミング ビデオ会 ゲームを处理できます 因为它这个 已经是156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IP 是否干净 怎么看呢 我们来进入另一个网址 就是叫这个 我们来进入这个网址 来看一下这个IP是否干净 然后我们来将这个IP拷贝下来 然后进入这里 然后我们搜索一下32 它这个32的话 略微稍微高一些 就是这个可能有误差 但是因为我刚刚就是看到别的一个代理的话 它有就是零的 这个需要大家来自己选择 那我们这样的 我们选择第一个吧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个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同样的 我们再进入再创建一个这样的吧 我用另一个工具 因为我这一个一个导的太麻烦了 我自己用Python程式码 然后我将这个代理1000个代理 直接导入到这个列表里面 然后我去运行这个程式码 然后我们来识别一下 它这个都是哪儿的 IP都是哪儿的 然后我们那个代理 它是http 我们回车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国家是 这好像是乌兹别克斯坦 然后菲律宾 然后土耳其蒙古 你可以看到它一个一个读 然后我们来找一下 蒙古国的 我们来看一下蒙古的 这个IP是 还有以色列的 印度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蒙古的这个IP 它这个怎么样 它的蒙古的 它是蒙沟里 你看看不到 然后它也是住宅代理 是residential代理 这个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蒙古国的IP 感不感觉 我感觉应该是零 你看 它蒙古国的IP 它是零 这里分国家 然后它国家是蒙古 然后我再来看一下 再找一个 找一个其他住宅代理的 看有没有中国的 我感觉好像应该是有中国 你看 China 然后我们将IP考不下来 然后我们再来搜回这个IP 它是哪儿的 它中国佛山 你可以看没看到佛山 然后它是住宅代理 让我们翻译一下 家庭住宅 然后它是运营商 是中国电信 然后在中国佛山 然后它的具体的地址 都告诉了 这个非常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 这个IP 这个IP 它干净度 你可以看到它是15 15也是OK 没有问题 你看它是绿色的 然后它是广东 城市是龙江 其实佛山市 也不错 非常好 那我们来评测一下吧 我来评测一下 我怎么评测呢 我再用浏览器再添加一个 我再添加一个代理 然后我将刚刚 我将刚刚中国的一个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如果要用中国代理的话 它可能谷歌就上不了了 那我就是用一个别的国家的吧 比如说大家想要什么呢 我看啊 我看一下 有韩国南韩的日本的这样的吧 我用日本的吧 用日本的 日本的是10056 那我将这个拷贝下来 然后我添加到 我添加到这个多开浏览器里面 然后点击 http 然后将这个粘贴下来 然后我们check proxy 应该是日本 你可以看到日本通球是吧 然后我们来create 这是我们将 然后我们将刚刚这个创建下来的 然后start 然后我们点击start 这个我stop 这是我刚刚测的一个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吧 我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看还是日本的 这个很快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gif 然后13.155.172.82 它是在明古 这个大概可以看到这个ip已经变了 是吧 然后这个代理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有多国家选择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刚刚拍上里面运行的 对我将近有1000多个吧 我现在已经识别到了108额 你可以给自己选任意选择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选择china的 这个挺好 然后使用我的专属码 使用我的专属码 sp 4 2 s7 4m7 然后大家可以有游会的 前段时间有很多小伙伴用我这个就是专属码 然后购买这个ip 它有折扣的 然后大家用的都很不错 最主要是它有个优点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里面1000多个里面自己选择任意选这个国家 而且它都是纯住宅的 全是住宅ip 比如说我给大家来随便再测一个 比如说测一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ip 然后我们再来再来测也就是他这个ip 我们测一下哈萨克斯坦的 你可以看到他变成了哈萨克斯坦是吧 然后翻译一下 他还是住宅代理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非常好 大家喜欢我的别忘了订阅了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